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ondon,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ickbox,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要记得在Apple Podcast帮我们留言评分 真的蛮久没有听到 没有看到你们的留言了 我们今天要来聊中天新闻正义 因为他们即将在年底要面临 就是六年一次电视台的那个换照 就是换换那叫换驾照吗 比如说类似这样子 请问你有个驾照 现在驾照会过期吗 好像不会 总之就比如说你驾照六年过期了 你就要再去 也许要再去考一次 看你还合不合格 电视台的那个照也是这样子 就是六年是一个世代吗 其实六年挺长的耶 对 好啦我们先不去理论说这个 这个六年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反正呢 呃这个审查他必须要通过 他才能继续在电视台上面播放 就是对他才能够在那个电视转台的时候 被大家看到 好 那我想节目的一开始想要来跟萌萌聊一下 就是中天新闻 就是你 你初次就你回想你遥远的记忆中 你对于这个品牌 品牌或是电视台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其实他最早应该最大 我自己想到比较有印象是他们那个模仿节目系列 我不知道 模仿节目 就是那个搞笑的啊什么 大闷锅吗 那一类的 那一类的节目 然后就是政治搞笑 但是后来我觉得几次比较有印象的就是 呃 旺中 就是旺旺 买下整个中史集团 就是蔡衍明的那个旺旺 旺旺先辈的那个旺旺 买下了像中国时报 中天电视台 中视 就是这一系列的媒体 然后那个时候 好几次啊 好几次就是 呃 就有很多学生或是民众就是抗议 抗议就有一些媒体垄断啊的一些问题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也开始关心 就是说 这些商人 或是甚至有很强烈政治主张目的的一些商人 他如果买下了媒体 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阿范呢 我自己对中天新闻 这个电视台 我先讲 因为我的硕士班就是读就是新闻传播类 可是我必须要说我还没被启蒙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看 你转转开就是新闻台 你不会特别再去分说 台式华士民事中天新闻TVBS 就是你会你会认知哦就是新闻台就是报新闻 可是后来就是开始读书之后就才知道哦 什么他好像是说什么喝酒拿酒杯 然后小指翘起来 然后还去访问什么专家说你这样子拿酒杯最省力 这个很神对 对就是会变成一个笑话 或是变成一个很荒谬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对中天新闻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做这一类的内容 就是那个时候我才开始 哦还有有意识到说哎呀为什么他们家的新闻都是可能韩国瑜的内容特别多 怪怪对对他特别有印象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这个这个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啊 我们其实卧槽之前有做过那个整理研究 我们就算就是那个他露出的折数还有时数 就发现真的露出韩国瑜吗 对对对像那个时候在做县市总装选举的时候 2018年那确实哇那个非常夸张 就是韩国瑜在中天的露出时数是铺天盖地的高 而且我们还有就是说这是正面新闻还是负面新闻 就几乎都是正面的 就是被人家说是韩天台 就中天台被韩天台就是实至名归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因为韩那个叫什么韩流 的风潮很大 那其他的其他家媒体不是也是报很多的 有关于韩国瑜的内容 但那就比例就会相当就是没那么高 而且就是会有正啊会有反啊 就是也是有就是比较相对正面 啊参加什么活动啊 然后也会有是有人批评他的啊 就是有正有反 那这样就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 相对于这个中天的情况 是啊大家对于就是新闻媒体的认知 就是说无论是正反立场 我们都要尽可能去平衡暴 然后只是说在中天新闻台你会发现 诶怎么在某个立场上有比较多的声量出来这样子 对而且其实那个时候陆陆续续像有些外媒 嗯他们有得到一些那个来自中天 还有中视就中视他们的集团的内线 像那个是呃英国的媒体叫金融时报 他们那个时候就有找到里面的这个吹哨者 就是说他们发现里面的记者在报新闻之前 在就出出上稿之前 他们都会有这个主管直接给他们搞 而且他们主管接受的是来自 这个中国国台办的指示 你是说中天新闻的主管 对ok对然后在他在就最上面就是中国国台办 然后再来就是中天的主管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下面的这些记者 那这样就是有公器失用的问题 而且是literally的公器 对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奇怪 就说那好那我们可以理解说 每个电视台当然或多或少 对各种议题会有自己的立场吗 嗯嗯嗯那或是会有喜欢或不喜欢的政治人物 但是当他踩到这条线 哇直接是外我们讲外国或中国 那甚至是对台湾有敌意的国家吗 他们直接可以把手伸进这个电视台 对新闻想要报道内容做操作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就是更大的问题了 这已经不是说你新闻立场偏颇的问题 这变成是真的是有点就是我们可以说国安吗 或是这种等级的问题 嗯嗯对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少听到说这种换照还可以办听证会 通常你知道审查就是几个评比啊 然后没有通过就没有通过 可是他这个听证会是引起很多媒体的注意 然后也引起很多关心就是新闻 关心大众的言论的人的关注 对我觉得这里这个东西要回头讲就是 因为其实呃我们现在有个规定嘛 刚刚一开头就有讲 这个大家有新闻台有电视台的这个执照之后 他不是就forever就永久 他必须就是那个每六年 他要再换一次照审查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必须要回到这个概念就是说 他并我们可能口头会说什么撤照或什么 但他其实不是叫做他原本有照 我们把它撤下来 不是哦 是他要拿一个新的 等于是他要再申请一次新的 我们不给他 所以并不是他本来应该有的 哦 我们拿下来是没有 你本来就要重新再申请一次 OK不是换照概念是 一直申请新的圈 当然预设值如果你没有 理论上如果你之前可以 那现在当然也可以 但是不代表你一定要给你啊 对不对 你如果就是表现不好 当然没有必要给你 所以这不是说他明明就是 我就可以 我们本来就可以无限期的 然后我把你特别把你拉下来 没有 本来这个时间 他就应该要审查换照 就我可不可以有下一次新的六年 好 这是这个第一个前提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啊中天在这就前一次这六年 他已经被罚了非常非常多钱 就是几百万 就几百万几百万的钱 就不断的被罚 但是其实对一个新闻团言 但你说被罚他会不会痛 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他被罚好了 因为因为其实你看新闻 看新闻的时候 如果你对新闻内容有疑悦的话 你是可以去跟我们国家有一个组织 哦叮咚去申诉一下 NCC NCC中文是什么 国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反正就有点像是一个管理的 管理的组织 对主管机关 对你可以去跟他敲门说 哎我觉得这家新闻不行哦 不通哦 他们家东西 不一定要敲门啊 线上就可以 可以线上去去剪辑 对 其实这就是一个 民众去监督新闻媒体 因为当然你们说新闻媒体 帮助民众去监督政府 监督公权力 可是其实我们也有权利去 监督这些媒体有没有 就是按照规矩来 对 那为什么他会被罚呢 就是有太多的观众 针对他的内容做检举 跟就是 真的叫什么 对 就是跟NCC讲 哎这个不行 这很堂 然后NCC也真的是有罚钱啦 对 那所以像之前有 像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啦 之前就是说什么文旦 什么倒在什么水库啊 还是就是 就是讲说有些水果 被丢弃的到处都是啊 或者是讲说什么 啊疫情的关系啊 台湾要封台啦 就是台湾要被整个 就是锁国封台这样子 我还有看到一个蛮好玩的 就是天空出现一个什么 凤凰展翅的云朵 然后中间新闻就说 这个是一个异象 因为有三市长合体 就是牵扯到一些 怪力乱神的事情 然后反正就是 嗯 对 对 那就是有 主要就是他们有些 很夸张的一些言论 而且 当然要说不是说只有中天被拔 其他家也有 当然当然 对但是就是中天的比例太高 太频繁了 所以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天哪 像这样的一个电视台 就是当你一个新闻台 在播出的新闻都不是新闻 就是所谓新闻的话 那这个新闻台还能够被称为新闻台吗 还是他们就 其实也不用什么新闻台 他们就直接改那个台的名字 就综艺台 就是ok那你就去当中天综艺台 你就不要在新闻的这个段落 不要在新闻的领域中 对 而且就是刚刚有提到 虽然每次他们检举都会罚 好 那你说这样罚了什么几百万几十万好了 那如果 我说我就有钱我就罚不怕怎么办 怎么怎么说呢 像因为 我们其实握草之前 也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整理 就是 那个望中集团 他的其实主要的这个基地 主要的做生意的基地 其实在中国 嗯 那其实他这好几年下来 他在中国领了非常非常多的 补助 就中国政府给望中集团的补助 是基于什么样原因给他的补助啊 嗯 种种原因 哦 种种 不好说是吧 对啊 因为不好说 因为他就确实嘛 他可能有很多法规啊 都会可以 让他可以得到补助 好 那你为什么没得到补助 我为什么没得到补助 那望中为什么得到补助 那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可能比较厉害嘛 对不对 那我们没有得到嘛 握草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补助啊 对不对 你现在是在抗议吗 对对对 欢迎抖内的中国政府抖内是不是 他真的要给你你也不干嘛 对 等下国台办就打电话来 对 那他在那边得到上百亿的补助的话 没关系他台湾政府罚我个几百万 几千万 是不是罚我个亿 我不痛不痒啊 嗯 因为虽然他当然望中集团 他是一个最大的那个集团嘛 他们在中国政府拿到钱 我们没办法直接证明说 这个钱让他可以 溢注在中天新闻 没有骂直接证明 对 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 大老板是一样的 罚不痛 我就有钱 你看 罚不痛 他们如果最少 我看资料一百五十二亿 对 但是我们 呃目前从到那个 从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零年之间 中天新闻是累计大概 罚金七百四十三万 对 不是 七百 对七百四十三 这比例 嗯 对啊 你要不要罚就罚 给他罚没关系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哪一个老板给的钱多嘛 给老板给的钱多 那你发现说如果纯粹用罚律用 呃那叫什么罚款 罚金对不起 罚金的方式去罚一个阻资 已经没有效果的时候 嗯 我们应该还要 还可以有究竟有什么管道去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 这六年换一次罚 就当一个电视台 你看他 你们讲做错事好了 他也罚不怕 嗯 那他的新闻的品质 又有很大的问题被争论 但必须讲 不是只有他的新闻有问题 其他人被罚 但是他的 这个犯刑又最严重 那 好 过去六年 我们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有这个审罩 这个罩可以放上来电视台的执照 那这六年 很明显表现不好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给他新的六年呢 所以这就是 现在这个NCC在做的 就是 呃 刚刚一开始有讲嘛 他们10月26号要办听证会 会办听证会 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因为在他们这个 之前后面好几个阶段 要换照的时候 会先有一些外部委员的审查 就是呃 有些专家学者来审查 外部委员的审查结果 已经是 超过那个 就是应该要拿到 换照 换照 就是不给 不给 不给他新的照 对对对 对 外部委员的意见 但是确实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重大的决定 对 你NCC如果要把一个照 就是有点 某些程度 但我们口头讲 就是让这个电视台之后 就不会出现嘛 那这个东西 需要很强的理由 所以呢 他们这次 等于是第一次 为电视台换照 办听证会 就邀请更多的厉害关系人 不管是中天 甚至有说 他们只要邀蔡衍明来说明 可是你看 如果我们把那个所有的角色都拔掉 就是中天也拔掉 蔡衍明也拔掉 一个国 一个国家的政府单位要拔 一个国家的电视新闻台给拔掉 就是不懂的人会觉得 你这个 对 你侵害言论自由 这个是什么时代 你竟然还可以就是 把新闻电视台拔掉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出现 我自己举一个例子 我们之前我们讲过 我们有没有讲过孔子学院 没有 没有好 大家有没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就是中国在世界各地 跟世界各地的学术单位交流的时候 他们自己会把手 他们会把手伸进别人学校的一个单位 叫孔子学院 他可能就是美其名就说 我们传 我们有可以在那边教中文啊 然后教什么 中国思想 儒家思想 中国历史啊 然后我们正在 我们正在赞助 文化外交 对 好 但是后来就被他发现 这根本就是一个统战团体 为什么 比如说 他们在那边教的 中国文化的教材 或历史的教材 都会 说共产党的好啊 然后你不要 不要讲六四啊 然后他扭曲那个 孔子的美意了 这样 之类的 对 好 那如果这时候美国政府 确实不止美国政府啊 很多政府都开始出手 说孔子宣 get out 我不要跟你玩 啊 你在伤害学术自由啊 你在伤害言论自由 Come on 没有 你就不是在做学术 你就不是在做教育 你就在做统战 你就是在做其他 你假装是这个目的 你其实在做其他事情 就是 这样子论述可能 你误用了 或是你误会了 你对言论自由有什么误会 对 就是好 那你今天是新闻台 你做新闻台 你就要做 做新闻台 该做的事情 你不是在做 假装你是新闻台 那其实在做 propaganda 就是宣传啊 为 真的赴你前的大老板宣传 如果你不是新闻台的话 就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己的问题 你不是新闻台啊 一开始就没有成立了 对啊 你只是就是 卫装成新闻台一个什么 间谍的新闻台 卫装在里面 在那个新闻台的频道里面 对 所以就是应该被挑战的就是说 他根本没有成为新闻台的 这个资格 嗯 就是当我们用新闻自由这个 这个四个字 试着要帮他说点话的时候 你先是新闻才讲新闻自由 对对对 他可能名字是啦 对啊 对啊 那就是应该被debate的事情 那我切开来讲一个有趣的 就讲一个我觉得 好像蛮值得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了 就是说中天新闻 他的蛮多的内容中 是不是符合事实的 或是过于倾向某一个立场 那这个时候 我本来就根本我想说 因为我来 诶 就是在媒体圈就混了很久 然后就很清楚知道假新闻的概念 嗯 所以我就好奇说 要怎么让大家 去知道说 诶 该怎么分辨假新闻 因为 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讲就是 中天新闻我就已经自己有屏蔽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不会相信啊 ok 那是可是就是 你知道 我想说这么多人都不会相信他的新闻 为什么还会有人 就是继续看他新闻 或是继续相信 那代表有更多的人是 还需要 知道更多 对就是 怎么怎么分辨假新闻 哎呀 范要怎么分辨 我讲一个最基础的概念 就是 你第一你要先看 这个新闻的来源是什么 ok 对确实 很多 这是最简单的 很多长辈来分享的时候 分享给你看看一下 然后都是这些来自很奇怪的 每叉新闻 每叉新闻 你不要 你要被告 我跟你讲 你不要乱讲 对 叉叉新闻 叉叉新闻 对 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嗯 还有呢 新闻所 新闻的来源嘛 然后 呃 除了新 新闻来源你可以先 就是 你可以自行去Google说这个新闻 他可能 Wikipedia现在都查得到 他有特定的立场 就是我觉得 新闻台有立场就是 ok 就是fine 对对对 但是你要去意识到说 哦可能他有这个立场 所以他讲的内容 就是可能会比较偏什么 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有意识 不是说 你看新闻就傻傻的 就是接收讯息 然后没有经过 经过 拒绝 拒绝 脚一脚 对 这这是一个啦 嗯 然后 另一个方向是 其实这个讲有讲跟没讲一样 就是用你们的尝试去 判断鞋 什么这么好尝试 就比如说 这样子好像有点伤害 如果这个新闻在报什么 啊这个什么韩国瑜 卢秀燕 侯友宜 三个人 同聚一堂 这个天有祥瑞 马上云朵就变成一个龙的形状 你说这个就挑战你在尝试就对 还有那个你说什么几十顿的柚子 呃对对 这种是水果被 对就是合理性 嗯哼 或是我推荐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跟你的朋友讨论一下 真的吗 每个人都每个人同温成 真的吗 你以为中 寒天台为什么会变寒天台 我刚刚就开玩笑说 诶不然你贴到我们粉丝团好了 哦对 私讯给我们跟我们确认一下 诶真的吗 真的假的 这样子 对还有其他啦 还有很多这个查核的单位 对会有一些查核的 事实查核的单位 然后其实 我相信他们都很愿意去告诉你们 就是这个资讯到底是不是正确 然后我刚刚也在问某某 就说诶这个假新 因为这几年 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 就是假新闻的议题是 蛮多媒体或蛮多组织 甚至政府都在推动的一个 就是防治 防治假新闻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开始很care 因为假新闻它影响力 哦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那个卧槽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有一个 一系列的节目 哦 就是跟那个 跟Puma 呃 沈某阳 对沈某阳合作的 一系列影片 就是有把假新闻的影响啊 就是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对就google资讯站 卧槽空格资讯站 嗯 反正它影响力很大啦 所以 呃 所以我就问某某说 哎 啊为什么突然一系之间 大家要关心 假新闻啊 其实这个说来 嗯 嗯 也不是说说来很惭愧 对 那个其实我觉得蛮有趣啦 就是 其实2016 因为现在美国又要大选 哎呀 又要大选了 四年前那个时候最后 呃 川普跟希拉蕊的选举 是川普当选嘛 那那个时候就造成很多 美国的精英界 就是 我们讲所谓精英界 或学界的一番 一番啊 真的 可能真的假的啊 然后就崩溃 你说是川普当选 是真的假的 这个本身这个新闻 等等 对对对 OK OK 反正总是他们对这个 总是发生这个结果很崩溃 那他们其实后来有些学姐 有去做研究 那当时 确实很多的这些 呃 选前有注意很多的 也许是假新闻 假讯息 然后甚至假账号 在 他们在美国不要说 推特或是Facebook 在这个社群媒体上操作 然后形成了一种氛围 比如说 呃 我就算支持希拉蕊 但是我不想去投他 就鼓励他不要去投他 或是让 川普的支持者 可能会 更激化 让他们主动去投票 总之 上号某些程度的 影响了选举结果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就很多学界 就会开始研究说 诶 这个东西真的有效 真的会让 改变投票行为 改变 改变投票结果 所以开始就 啊流行流行流行 而且那 在台湾的情况就是 那 2018年的时候 那2018年就是 讲了县市首长选举的时候 有一位这个 伟大的领袖 叫做韩国瑜韩总 对不对 当时在中天 韩天台 就是有非常多 铺天盖地的一些 一系列的报道 也是让大家开始 然后造成 选举结果的改变 也是让人就是 很surprise 所以去开始研究 台湾有在地的 研究的资料 对 所以这个流行 算是这几年 为什么那么红 因为真的会影响 选举结果的改变 甚至造成对那种民主 民主可能的 冲击影响 因为我觉得在这种 思想 就是思想流通 特别快速的时代 一个思想就是 可以用一个 你想不到 然后很快速的方式 植入你的脑袋中 对 没错 全面启动 潜移默化 对就放一个小小的种子 然后你就会开始歪 然后就越长越歪 嗯 对 我其实我要分 我刚刚有提到 刚刚讲新闻 假新闻怎么那个 怎么抓的时候 其实卧槽 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真理 哦 对对对 我这边有找到一个 其实我们做过一个 有点像懒人包 那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的那个假新闻的 那个 网站的网址啊 有时候会故意取得 跟真的网站的名字 真的很像 真的吗 对 不是 可是可能我看到的 都是很 很廉 就是 很廉价的 就是很烂 超烂 就是不明显 比如说有些人会叫 PTT01 的网址 然后你可能 不知道 就会说 啊 就叫PTT啊 哦 我听过PTT 可是不是通常有乱码的 都有鬼吗 对 那有些就是 更烂是乱码嘛 好 所以但你又看 网址长成样 还有就是 有时候看 这些报道 到底有没有作者 作者的名字是不是真的 就是什么 随便取个假的名字 哦对 这也是个分辨 有没有日期 因为有可能说 他这个新闻 也许就算是真的 啊 这个是十年前的事情 他用那个去脉络的话 重新再讲 是你以为是最近的事情 还有 当然啊 我们自己卧槽的报道 有时候也会出现 错字或漏字 但是有严重的 错字漏字的文章报道 很有可能就是 因为他们的组织 是没有结构的 是自己乱写的 所以就很容易出现 错漏字 这个东西也会 从另外一个地方来推断 这个网站 是不是很出字烂照 对 这是因为我们网站 自己做还蛮漂亮 我们自己可以这样讲 啊 对不对 因为表示他没有 投入很多成本 真的在经营他 他只是想要 散播一些讯息 那我刚刚想说 那个图片解析度 可以算是一个指标吗 我想想看我们自己 避司 避公司的图片解析度 还可以吗 对 就是包括图片来源 精致度啊 比如说他有没有自己的 记者去拍现场的照片 嗯 就算没有 有没有注明说 他这张照片来源在哪 对 因为那样就是 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这个网站 是真的有在认真经营 嗯 对 好 还有一点很重要 这个网站的内容 是不是搞笑或恶搞的内容 因为有些你知道 我觉得有些状况是真的是这样 嗯 他们也没有要做假新闻 他们就是搞笑 假设你看 我们想象的极端情况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有人以为 眼球中央电视台是认真的 哈哈哈 好 你就想 哎 说不定 哎 可是其实说不定有 就是对于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只是他越看会觉得越奇怪 对 那OK 那你就想象到有些各种不同类似 像很多东西 迷因图啊 或什么的 嗯 有些只是恶搞的图 然后就传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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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定有人就觉得是真的了 对 所以你这也是要 要要想想 OK 这会不会只是搞笑是恶搞的 然后 你要想说 那我协助传这个搞笑 会不会让我自己周围的朋友 以为这是真的 对 这也是一种 假讯息可能的散播的 途径 嗯 对 蛮有趣的 我觉得好辛苦哦 就是现在看新闻就是想很多 对真的 那还手机滑滑滑都好辛苦 好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好处 因为现在那个 Facebook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呃 演算法 就是一直屏蔽很多东西 所以你基本上 你就要追踪一些正派的媒体 哎呦正派媒体 举例来说 是哪些媒体是正派的 像是卧槽啊 好险没有 我好怕你讲其他的 好险没有串考 对对 就像卧槽 还有吗 没有就是卧槽 对 就是anyway 就是说你去挑选 你可以 你可以在前期就 就挑选好 你觉得你比较能信任的媒体 对 那你可以暂时固定 看个几家 可是如果你希望有多元观点的话 你就去研究嘛 哪些媒体的观点 相对可信任 对 不过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兴趣啦 是我通常都会加一些 有趣的社团啊 有些就是 不同风向 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 因为我们自己 当然是做媒体 的很大原因啦 就是会想要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就是我觉得 其实还是要了解说 到底跟你不同立场 不同价值观的人 他们对同样的新闻 同样的事件 是如何去诠释 那你心脏还好吗 我心脏最近还好 颇通颇通的跳准 这样子 目前还这样子 还继续跳 但我觉得很有趣啊 就是 我 我也不希望大家就是 就是只看相同立场 像宏价值观的新闻 因为那就是现在说 什么社群 或者那个就是 bubble 就是那叫什么 同温层的那个圈圈 小圈子 嗯 还是可以去看一些 跟你自己立场 不一样的 人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对同一件事件 的看法 价值观是什么不一样 嗯 对 蛮鼓励大家 对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 除了要推广这个东西之外 我觉得大家 一定要来看就是 卧槽其实这阵子啊 我们做了很多 跟中天有关的 这个系列报导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 其实制度好强也 没有啊 因为我们就在做这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这很重要 好好好 对 我们中天报导真的是多到 不行耶 这样一排这样刷下来 一排对 刷起来刷起来 大家等一下那个 听完我们连接都会放哈 就把你们整理好了 对 那我就有个新闻 其实 因为有点 有后来有 有看到一些小争议 然后所以我就 这我们没有re过 我就让我来讲一下 好好好 对 那其实呢就是我们 前几天有发一个新闻 就是在讲 NCC主委 哦 被报作 跟中天的总经理 过重生命 哪方面的过重生命 那那个东西 有些人就讨论说 啊你们怎么这样 就是好像在 有点在攻击这个个人 或是什么的 嗯 对 那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个有 得到这个讯息之后 我们还是必须要写 还是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呢 因为 呃 因为就是这个主委呢 他跟 他们现在不是在 审中天电视台的 执照 可不可以换照吗 对 但是呢 这个主委却 却跟这个 中天电视台的 这个总经理 就是会 多次的 正式拜会 私下拜会 然后直接在 NCC的会议上 上面互相吹捧 那你说这东西 到底有没有问题 他们本来 如果就是朋友的话 见面很正常啊 可是我觉得 就算是朋友 你要做利益回避 尤其是在 有点像是 审查间 这很敏感的时候 对 因为像尤其是 呃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消息来源 得到是跟我们说 很多NCC的同仁 都看到说 诶 主委和这个 中天这个电视的 这个长官 关系很好诶 你想想看 就是就算 主委 没有去交代 说啊 大家要放水 或什么的 但是这个下属 或是其他的 这些人 会不会想说 诶怎么办 这个长官好像 跟他很好诶 那 他们在审查的时候 会不会就有放水的可能呢 嗯 就是你很难避免 像这样的事情嘛 对 所以就是 其实我们要写这篇报道 也很大原因 就是因为就是 要提醒主委 要避险 对 我们并不是说 什么他一定就是坏的 但是就是要提醒他 这东西其实要避险 不然的话 很多的 弊案啊 你很难 你之后如果发生 他如果成功换照 或是不管有没有换照 你主委最后都很难解释 对啊 嗯 所以我们赶快 趁这个机会解释一下 对 其实就是 好了 看完这个新闻 然后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 试着聊聊看说 你觉得有 有机会 撤照吗 撤照吗 怎么要开赌盘了吗 没有没有 就是 我先我先讲讲 我的想法好了 就是 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讲就是 电视台 对一个国家的 呃 重要性影响力 或是升职人心的 这个 这个状态已经很久 嗯 然后 穿透力 对 那 呃 我们说 中天电视台 中天新闻台 他做了一些 就是可能不符合新闻的 伦理的一些内容 但是其实其他家媒体 嗯 他在 不有些内容上 可能也是 一定程度的 有会犯类似的错 嗯哼 那你今天就是 例如说 你基于这些原因 然后去 就不给他新的照 嗯哼 那其他的媒体 会不会有人出来 跳出来说 啊那家媒体 他们的那个比例也不会 就是虽然没有 中天那么高 可是也不低啊 那你为什么 就让他们继续 就是有点像是 开先例的那种 OK 我觉得这 我现在讲其实就是 坏条线 就算中天好 他是 班上就是最后一名 最烂的那个 哪一把 好 那你虽然说 比如说他 假设他只有得40分 所以被当掉 好 那56分的 要不要被当 嗯 那比如说 61分要不要被当 那 70分甚至要不要被当 那个线 就这条线 怎么决定的 不清不清 我们上上礼拜 不是有讲那个欧阳娜娜 要不要开罚的问题 其实他逻辑就差不多 你今天罚了欧阳娜娜 那你是不是要去罚周杰伦 你是不是要去罚 林志玲 其他的 议人 就是有点是这种 有点尴尬的那一条线 就法律虽然定在那里 但怎么去执行的 然后或是执行的标准 那某些程度 还是有那种空间在 那你如果 开了第一刀 第二刀要不要砍 第三刀要不要砍 那为什么他被砍 他另外一个不用被砍 嗯 我自己 我这样 这个解释其实这样 感觉就是很 不负责的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会这样想 嗯 因为虽然NCC是独立机关 就是他有这个 行政部门提名 立法部门 审查通过之后 理论上NCC就是 自己对自己负责 就是他们自己 做自己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这背后 就是民意的政治能量 还是很重要 就是到底做了 这个决定之后 人民会给你 一个民主国家嘛 你的政府的权力来源 是人民 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人民会给你鼓掌 觉得战虾 人家说你做得很好 嗯 还是会唾弃你说 哇你这个 乱七八糟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回归到民主政治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验证的指标 但你觉得 你对 我故意要提一个 不一样立场给 没有要挑战你 就是我觉得 像呃 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 民进党 或是说 绿色的 呃 绿色 绿营 对 绿营的能量是相较 以前来 现在是比较大 嗯哼 然后像这次 中天新闻被咬的点是说 它是比较轻忠 嗯 然后比较是去迎合 就是蓝绿的市场 那就是 就有人会抗议啦 欸你们绿营都霸凌我们 嗯 就是这样子的声音的话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 啊 去解释 去解释 对 当然是很难两全啦 我觉得你刚刚有提到 你刚刚提到的 其实不只是蓝绿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 是还有中国 嗯 所以呢 某些程度啊 我觉得这样说法 比较直观一点 就是如果在台湾 这个这个 不管说台湾 或你说中华民国 这个国家里面 那我们是 蓝色 所谓的蓝银 跟所谓的绿银 两方在对抗 那我觉得是没关系 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 OK 但今天 你红没事来干嘛 对不对 你来我们家干嘛啦 我们家自己在玩 我们家的事情 我们在民主嘛 我们就是要吵架 这是我们的事情 你中国 关你屁事 你进来干嘛 好 你觉得撇开就是 所以你说有红莓 嗯 你说有蓝莓 有绿莓 No MINE 水果吗 有红莓哦 没有绿莓 好好好 总之对 好 总之蓝莓绿莓 那就算了 大家都立场 那这立场 都某些程度代表的 某些 在台湾政治光谱认同的这个区间 OK 我们的拉扯 是民主表现嘛 那为什么 红莓你来干嘛 你根本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出现 get out 对 这不是你家 所以我的诠释是这样子啊 那 红莓不应该在 是 就是我们 其实也有 就是 之前有报道过 就是 除非我们在 因为我们在法律上 是 没有一个明确的法规 说 这个媒体如果 不能倾向某一个立场 就是比较没有这样的法规 规去规范新闻媒体 你不会用这样来砍他 对 但是确实是 呃 在法律上 如果 你这个新闻媒体 有特定的收了某些 政党 呃 不一定政党 就是 不同利益 可能是 国家的利益 可能是特定组织的利益 哎我们可才可以针对 这样子的作为去做 更进一步的处置 或者或者 或者我的说法比较会是说 他做了不是新闻台 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不是用新闻自由的范畴 不是用新闻台的方式去 去 评断他 对 何况就是他在 他如果是新闻台 他也不是一个好的新闻台 是 更何况 他做了很多事情 跳脱新闻台范畴的事情 他不是蓝媒 不是绿媒 他是红媒 他对他对跟中国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 我们 诶我们听证会上面是 听证会有公开吗 诶10月26号 他至少有直播啦 哦有直播可以看 对对对 对 那大家可不可以 应该没办法进现场 这个这个好问题 对不然下礼拜可以再看看 对啦 不过那个啊 那个我知道10月26号 好像已经有这个 支持中天的群众 要去这个 NCC的那个开会的外面 就是要站现场 站下支持中天 就是包围NCC等等的 就如果你 你也觉得 中天的作为是 你不能认同的话 或是 或是你觉得中天很赞的话 在安全的 我们民主安全的情况下 都可以去 表达你的声音啦 对所以 所以我觉得 对所以 所以我说大家有点像是 诶那关于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能做什么 除了就是把卧槽 相关系列报道看完之外呢 对 在10月26号 这个NCC办听证会的时候 关于中天换照听证会的时候呢 其实不管你是支持 中天或是反对中天 那 你如果很在意 其实你就一起去NCC的外面 让这个 NCC的审查的人啊 或是关心这个议题的群众们 都知道说 有多少声音 在多少人在关心这个议题 而且他们是支持或反对 就是你的肉体的出现 就是也是对这个 中天存序与否 投下一张票 而且我们在录节目前 我本来一直跟 就是 萌萌 萌萌说 哈 为什么那个电视台换照 然后我们 作为观众不能投票 不是 就是一个名义基础 就是可不可以问一下观众的意见 哦 等一下 你说 你说问卧槽的读者 觉得中天要不要让他换照 我觉得这个答案好像有点就是 因为因为他们能不能换照 要很多指标吗 你有没有符合就是 呃 新闻伦理啊 就是等等的 然后我在想说 有没有一个指标是说 哎 我们就是他们的观众做一个抽查 哎 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吧 就是 观众的想法 哎 毕竟影响的是我们啊 就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有点像是 看两个人在吵架 然后明明就是跟我最有关系 然后我不能进去吵 这样子有点这种感觉 没有啦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投票 投票 这投票就是说 四年一次的投票 哦 对对对 四年一次的投票 你每一次的投票就是 你就是 你不要以为就投票投的中间说 啊 那这个事情我要回来管 我要参与一下 没有 你这是 他们里面这些政治代表 不管是民意代表 就是 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 或是行政部门的 这些官员代表 会决定这些人 就是因为你那四年投一张票 你不要投完之后才会后悔出 他们中间怎么搞这些 都没有问过 有 有问过你 你前几 你那个什么2020 2016投票的时候 就帮你做了这次决定 哦 所以每次投票就是要好好投 他不然到时候做出来一些 就是政策啊 或是立法的方向啊 做出你不喜欢的结果 没有啊 他其实有问过你啊 你那张票啊 对 就不要对 不要不出来投 了解 所以大家记得 其实很多事情是 一开始就已经问过你意见 只是你不在意而已 对 你自己不在意 然后现在来怪我咯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礼拜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些 对于中天新闻换照 的事情的看法 如果后续 哎某某你前面 你还没回答的问题 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觉得有可能吗 我以前都在问我 不敢回答 也不叫你猜啦 你觉得有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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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安全就是 我不会赔这样 怎么讲我都中 这样子 我觉得 因为有很多种可能啦 就除了就是怕完全不给他新的照之外 也有可能就是 类似之前很有过 我不是很确定 就是类似有条件通过 比如说 你一定要达到 满足什么等等的什么条件 不然的话我又可以把你 拿走 拉下来 对 你说从法人的 法律上的角度 对那这都是有 有有有类似 有这几种可能的 那总之看起来 因为这次NCC 甚至还为这件事办了听证会 那就表示说 他们真的在慎重考虑 我真的可能要动手 把你砍掉 对 因为如果他不打算 他打算就是 放他过 嗯 那就正一 放他过的话 就是那他也不用大费奏章吗 嗯 所以他竟然要 大费奏章还开了一个听证会 找很多厉害关系人来谈 那就很有可能表示 他们想要下重手 哦 你是从这些 但是我还是只有五十五十 对 就是你是从这些 这些小动作来判断说 我是比较保守的赌徒 对 就是不会赔钱 也不会赚钱那种 对 对 没错 好 就是大家如果 真的很关心这议题的话 其实就是 可以持续关注我潮 我潮一定会帮助大家 嗯 就是追踪 没错 就是这件事情 然后如果真的有什么变化的话 我们就再来录一集好了 嗯 没错没错 还是你想要压 虽然我不要逼你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把我后置 然后再捡回来 就是我说谁一定死 这样子 哦哦哦哦 对最早捡回来 对 对 然后我们这个礼拜 哦我们这礼拜非常非常多的连结 我会 哈哈哈 是很多对 慢慢的帮大家都贴好贴满 你们请大家就点好点满 对 然后分享出去 如果你没有办法到 现场去表达你的意见的话 那就把我们的文章 分享出去 对让更多人一起来看 对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 嗯好 那记得 对他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那一定要定期定额 支持沃草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哟 啊那你要让我讲完啊 哎对对对 你要讲 你要讲那一串对不对 啊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订阅我们的podcast 我们podcast在 sound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跟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得到 就都要订阅 哦 ok 不错你成功讲完了 耶 都没有换气 对 然后我们的各大社群平台 就是 Instagram啊 Facebook 还有Twitter 都可以 你打卧槽就可以找到我们 对 然后我们的IG也是有 卧槽瞄正志的IG 嗯 就是 一样搜尋卧槽 就找得到 对 会有很多精彩内 请对 按赞按赞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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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然后我们下礼拜 还蛮期待 我们下礼拜会 请观测站的 对对对 哎观测站 大家有在听的话 他们最近已经 结束了 休息啦 休息 对 但是他会在我们节目上出现哦 对 美国台湾观测站 对 对 我们会针对美国大选 去做一些 大选签 然后去做一些评论 做一些这个讨论 就聊聊天吧 就是 哎我们可以休息耶 哦对 让他们都讲点话 不然都是我们在讲 对对对 好累 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在 下礼拜可以听到 他们的内容 然后我们会 我们也会持续发到 中天的事情啦 嗯 如果有很新的 资讯的话 我们会 再做一集 跟大家聊一聊 嘿 好 那今天就 到这里啦 好 那记得 喜欢我们要 定期订了哦 对 定期订了 好 拜拜 拜拜 好啦 大家拜拜 下礼拜见